歡迎回來第二節動漫戰隊 繼續跟大家說這個Rick and Morty 握不到不夠氣 不是你握不到 人家真是堆酒 神經病 我在Adelspring的官方頻道 真的看到 Justin 是堆酒 我在錄的 他那時說錄的時候 他真的要有一杯酒在旁邊 才喝杯 差不多了 其實今天我為了錄這個Rick and Morty 隆中騎士 我買了一杯梳打水 讓大家喝一邊說話 然後翻這套東西的特色 平時那位我實在指 今天這些我全部不剪 因為剛才也說過 他配音都是配大部分的男性角色 所以他用那把聲音 你很聽得到是他 但他用那種聲音 就是Rick和Morty的兩種聲音 都是分別得很不同 Morty就是很高音 Rick就是很低音 還有他有官方頻道的一段影片 就是說那些製作人在Soundproof 就打算 有場先聚了然後搞Morty 搞醒Morty 搞醒Morty 不是真的搞 有 然後在Soundproof裡面 他有幾杯Takita 就說你搶一下 然後搶到四五杯之後 你不要再搶了 你真的醉了 你真的想到說不出話 但他有時候好像 無緣無故配音 走醒了 拿來補回兩杯 做冰一點 然後去搶 玩到這樣 剛才介紹了很多不同人物 這次回來一定要說一些深刻的劇情 或者深刻的集數 那誰先說 藍哥先 我啊? 很難選 就是我們平時推其他的番組 或者動畫 我都會說 可能有些集數可以直接去泰國集 就可以領略到他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要收拍 我就會叫你去看Black Friday 那些 Rig & Morty 是有的 但是縱觀三季來說 是很難選得下手 因為一集都好看 好像很fancy道向去說這個話 但是 如果你看了這個作品 你的感覺就是 我不會推哪集給別人看 那集都很棒 因為差不多是 基本上你隨便讀一集 我看到 TITLE那張圖 我已經知道那集是說什麼 我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它是比較成功的 在這個位置 我記得一分鐘開咪前說了一個比喻 是啊 我吃飯的時候說 其他的單元其實我們是選哪集好看 推介給大家 而這套是厲害到 我是要特意選哪集比較不好看 告訴大家 終於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那集獨立出來的時候不是不好看 是比較不好看的 是比較不好看的 如果第一季很突出 就一是Season 1的第六集 那一集就是 愛情魔藥 愛情魔藥 那集是真的 從頭到尾都你覺得是不是 就是第一 它是致敬電影 第二就是Moti因為一句說話 而搞到世界末日 真的很好看的 這一集也是我看了最多次 就是翻看了最多次 因為這一集開頭就是說Moti要去中學舞會 那都是想約女的 Honecoming那些 對 Honecoming那些 但是整一下整一下她就 又想約Jessica 即是她的女神 但是好像不行 然後就去問Rick Rick 有沒有什麼可以令女兒 立刻愛上我 那樣 Rick也是有意思 怎麼搞什麼 搞迷奸稅 這樣說過 意思就是Moti來搞什麼 但是之後 Rick說 不要理會這些事情 這件武會昂咎 不要理會 隨便吧 拿一支螺絲批給我 你現在我叫你做些事情 你也不肯做 你叫我螺絲批 我叫你做些事情 你不幫我做 你整天要我叫我做這整路 叫你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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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幫忙 然後我判了你 然後時間拿了東西 不知滴了兩滴田鼠的基因 你拿這些東西 嘗試塗在那裡 那裡 那女兒就依世靜愛你 好像那些鋼頭的鬼仔水一樣 對 所以最後Rick說 你搞這麼多事情 你叫我弄迷奸稅 然後那女兒就真的 就是Moti拿回去 之前Moti就說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性的東西 沒有沒有 你鋼我哪個 副作用性的 然後Moti就這樣走 最後Moti真的成功 抹走那些東西 去女神那裡 但Rick原來在Moti走出去之後 就想 不過這女兒就沒有了傷風 但是那一集的背景 就在一個流感季節那裡 他那個沒有 即是所謂Homecoming的晚會 其實是慶祝這個流感季節的結束 而搞的晚會 所以基本上 整個晚會 大家都要有病 然後 因為那些 田鼠基因那些東西 下了一條女兒 真的很喜歡Moti 但問題是 因為那條女兒也有流感 那又噴了一些東西出去 就令到牆上面 其他人都愛上Moti 到最後 全臉的牆上 所有人 周圍的人 各個都追著Moti 就說我很愛你Moti I love you Moti 那樣 每個都要去說 愛上Moti 那些東西 所以搞到最後 周圍的人 追著Moti 就想去 擒Moti 直接是搏東西的 每個都想去脫Moti 搏他 但最後 Rick原說不要緊 我想辦法 我拆掉 剛才說田鼠 那基因的田鼠 一夫一妻 很愛對方的 我想辦法 我現在弄了一個螳螂機引進去 改造一件事 螳螂 螳螂拼完東西之後 就殺了另一半 關係完全不像田鼠一樣 最後又吐了機引進去 每個都好像正常一樣 正常兩秒之後 那個人就爆開 變成了螳螂 然後下面 原本是Moti 全部人 全部人類 都變成螳螂 直接說因為散播速度太快 在地球上 每一個角落 中東國家的那些人 都變成了 Summer在看電視 因為看電視 特別新聞報道 新聞房兩邊 有一隻螳螂 就說 我愛Moti 我很想去搏東西之後 然後就斬了他的頭 下來 之後我去其他地方 然後去轉轉轉 然後轉台 任何地方的電視台的新聞 都是螳螂 都說 I want Moti I want Moti 這樣搞 總之他搞了整集 之後就變成了一網 很厲害的軸 但是他想要再做多個解約出來 就想要解到 誰知道他變成全地球人 變成怪物 唯一有些什麼 一坨坨 唯一的方法就是 喂 不行了 我們還是去第二個平衡宇宙走爛 這個應該是第一次 是他們的平衡宇宙走爛 就是這次 但其實三個Season 不介意說 他是走這次 他其實之後應該走了多一還是兩次 有一次重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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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 就是 那一集也是很好搞笑的 但是那裡的確第一次穿越平衡宇宙 他另一個他還說 你不要再搞這麼大 就是了 我們頂多兩三次機會 可以是我們轉完之後 我們另一個Version 就死了 而最後那個畫面 就真的很震撼 他要拖一條絲 埋了之後 他走回房子 就看到Summer Beth Jerry 就好像很 很平常 加上小木 因為他這樣走去那個Dimension 那個Dimension 基本上之前的事情 跟他們發生一樣 都是搞了一連串的事情 而那個世界的Rick 是成功地扭轉回這件事 令全部人變回人類 正常回來了 然後回到去 Morty就說 好了 我終於搞完這件事 我第二支螺絲批給他 好 他繼續實驗 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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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聲爆炸 他搞好全部的事情 但回去就炸死了 然後他們就找了一個Dimension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前面的事情基本上一樣 唯一分別就是這個位 的Rick和Morty死了 所以他們兩個過來 算了 我們不要想這麼多 他那一刻很棒 Morty說 我們之前那個時空的事情 怎麼辦 Rick就說 不要想 我們想不到這麼多事情 叫做現在 現在我們怎樣都好 我們在這個時空的生活中就算了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不要想了 我們搞不了這麼多事情 這些人又Rick都說 我控制不了 以後兩個就是 好像剛才藍光說 就是拖了 他們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世界的我們 兩條絲埋了去 跟著我們就在那裡住 好嗎 跟著正常跟Morty說 我埋我自己的那條絲 你埋你的那條絲 fair 跟著兩個就埋回自己的那條絲 坐下進去 就沒事發生過 就看電視 就Shift了Dimension 去另一個 就是另一個平人時候的那裡住 而Morty的表情 好像真的 還沒反應得及 還沒反應得及 另一個後續 就是去到另一集 就是Summer 因為 兩父母 就頂不住 想離家出走 然後Morty 就跟她說 應該說她父母 想炒得很大離婚 那些 然後她就很不開心 Summer Summer就跟Morty說 你不要勸我 你不要用什麼親情 用什麼來勸我 我要走了 然後Morty就跟她說 你看看外面那兩條絲 即是那兩個山墳 那是我的絲 我弄了這麼多東西 這個世界是沒有什麼是有意義的 這個世界是親情什麼 什麼都沒有意義的 這個宇宙是不會理你的 和我一起看電視 你不要走 對 最意思就是 這些東西你控制不了 即是Morty 我連自己的絲也賣過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你控制到 那不如不要理那麼多東西 下去看電視 然後兩個就下去算 那一刻加上那一集 是 那一集是 是給得很厲害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真的 挺有深度 真的 我不會用黑暗去形容 純粹是 有些人會用黑暗去形容 我不用這個字 因為我覺得她很表現 那些東西真的很虛無 真的 那也是 黑暗是用來形容DC的 那些畫面很黑 這套東西的畫面很光亮 對 這個東西很光亮 就算是很夜晚的地方 都很夠光明 你看到那些東西 他還要在血腥 我們特意打光給你看 都清楚一點 看不到 爆來撞一點就很清 其實他一口砂糖都一口糞 他講到人性多醜惡 多黑暗 還有他轉到的結果 可能也有一個 比較完美一點 或是給你一些希望 那我講了一集 軒哥有沒有一些 深刻的劇情呢 其實我很多都很喜歡的 剛才《愛情魔藥》 我又看得最多 你推出很多集 看了很多次 那第二個 我想 比較印象深的就是 電池 微宇宙電池 這樣就有一天 他們就去買雪糕吃 還是什麼 去另一個平衡宇宙買雪糕吃 對 那買一買的時候 他的那艘飛船 就拍不著 然後說 應該是電池的問題 那我要進去電池那裡 看看 然後跟Moti進去的時候 好像Gridman 飛進去電池 他進了電池裡面 縮小了 我以為電池也是一塊電 那怎麼進去呢 好像去了另一個星球 那樣 哈哈哈哈 原來裡面 就是 Rick做了一個宇宙 其中一個星球 教那些人 可以發電 其實是一個 micro universe 可以這樣說 在這裡教他們發電 踩那些板 然後就供電 90%是給我的車 10%給你自己用 他還要說 這把傻黑以為自己做的 全部是給這個宇宙用的 對 但其實裡面的九成是給了我的車 用來做電池 對 而剩下1%就是給這把傻黑用的 對 那為什麼會沒有電呢 原來那裡有個人 發明家 非常精神的 發明了另一種發電方式 就是原來他又做了一個電池出來 那顆電池在裡面 哈哈哈哈 裡面有一個micro universe 在裡面 所以就說我們不用做事了 他就說了一樣對白 一模一樣的對白 他就說 現在有九成的電就去到我這裡 剩下一成就讓那些人去猛然不知 他們不知道在做這件事 但最正是進去 Motty和Rick說 你這些是奴役啊 你這些是不好的事情 是奴役啊 然後然後就把Rick進去 就知道有一個科學家做的事情 就說 你這些東西不是好東西 那些奴役啊 知道嗎 那用Motty跟他說的東西 說回美國科學家聽 他還要把Rick進去 是玩那個micro universe的人 就是例如他出來 要舉中指 就說這個是 世界和平的手勢 和平的手勢 裡面是扮一個神 一個外星來的神 一下來就舉中指 這個人呢 我教他們 這個代表和平 代表開心的手勢 然後就叫Motty 他還要做時間 他還要終止周圍 對 而在那個第一重的 micro universe的科學家 去到第二重的 micro universe 又是扮到整個外星人 又說蒙蔽他們 有一些資訊 但是呢 去到第三重的 micro universe 那個科學家 就跟他們說 就是說 我都是創造了另一個 micro universe 這個micro universe 都會幫我們發電的 Rick呢 跟那個第二重 micro universe的科學家 你帶上來 隻臭 一個就是 你這些低智能 才會弄出這些東西 另一個就說 Rick你也是妒忌 有個人比你聰明 然後兩個在那裡打 第三重的科學家 開始意識到 原來自己是一個 被人欺騙了的 micro universe的人 握了飛船 自殺 就是因為他說 他研究這個東西 那時候呢 就錯過了他爸爸 死的 和喪禮的那些 那樣的東西 然後兩個看著 呆了 我們是不是出不了他 那是好玩笑 好玩笑 好玩笑 但是到最後的 收尾呢 有感覺 因為收尾就是 總之Rick就出回 最出那個 而那個第二個 micro universe 那個科學家 出回去呢 正常他是知道這些事 對 但是他沒有停止過那個世界 有得那個世界 就是繼續運作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停止了這件事 那麼Rick 即是在外面的人 就是你這個電池 就沒有用 那就會毀滅了你這個 universe 他要這個 universe 可以繼續存在的 就是有得這個 universe 繼續這個方言下去 繼續供電給Rick 那麼Rick就不會 扔掉這個電池 那麼這個 universe 就可以繼續存在 其實最後那一刻 我不知道 那些東西也是很虛的 所以其實都是 很虛無 也是很哲學 都是說這個社會 或者這個世界 都是用謊言去對齊 對 他真的說這件事 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這一集 他有另一條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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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在Rick和Morty 進去的電池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同行 還有Summer 在那裡的 這樣Rick 臨走之前 就跟那輛飛船說 你要保護Summer KEEP Summer SAFE 是啊 然後Summer 又不能走出來 什麼 然後有些人說 喂你為例泊車泊在那裡 不行 飛船用Laser射了 死了那條人 哈哈哈哈 射個分屍 哈哈哈哈 KEEP Summer SAFE 然後Summer說 不要再殺人了你 然後第二個人再過來 你不要再殺人了 然後那輛車真的沒有殺人 就射到橋尾龍 射到地上 哈哈哈哈 然後最後搞到 各街的軍隊過來 圍著這輛車 然後最後就說 你要KEEP Summer SAFE 所以最後搞到 跟另一個蜘蛛族群 就跟人類替結同盟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條約裡面 其中一個條款就是 要有這輛車 當沒事發生過 而搞了這麼多事情 就是因為Rick派在那裡 買雪糕 哈哈哈哈 有些事情就說這個世界沒有意義的 所以說話 中間 他就說Summer覺得很害怕 然後就說 我們不可以傷害人的 我們不可以用物理上傷害人的 哈哈哈哈 然後那輛車怎樣呢 那輛車用心理攻擊 哈哈哈哈 就是 他有些 剛才那些軍隊 軍人 軍人 然後他掃描軍人的腦 就因為那輛軍人以前 就因為一次以外 就沒有了兒子 他就快速 引育了兒子 然後就扔出來 然後我爸家的心理崩潰 然後我兒子就在他面前溶了 哈哈哈哈 然後車就跟他說 我知道你們每個人的弱點 不要賣車 Keep summer safe 然後Summer在裡面 是害怕的 哈哈哈哈 他每次說Keep summer safe 他好像發聲軟件 說這三個字出來 他每次說我笑 那時候 哈哈哈哈 他搞完這麼多事情 Keep summer safe 但是你想想這麼多事情 就是因為Rick在拍攝的車子 買雪糕 所以這些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他就想說 你搞到最後的條約 又整個東西 都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因為有個混蛋 車子在那裡買雪糕 所以說他真的寫過那些 很虛無的東西 就是方而對砌世界 那樣東西 他那一集都很深印象 因為他那個Micro-Ulimus 那個setting 到出來 還有中間的搞笑 跟科學的東西 都處理得很好 很好 對 那可不可以再說一句 說一句 繼續 有一個想 一定要說的 就是 就是Jerry的管中心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 這條橋是很冷神的 對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Jerry 就是一個很廢的人 其實在Rick和Morty 有時候都會很意外地 帶他出去做冒險 其實不是帶的 對 Jerry跟著他在車後面 他們意識不到他在那裡 然後這一集就說 你在那裡 那我們要去做那些事情 不能帶你去做 我們先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們先放在那裡 原來那是甚麼地方 他沒有說甚麼 他就進去 自動放在那裡 那是甚麼地方 原來 原來在無數的平衡時空裡面 有無數的平衡的 Rick和Morty 那他們是一個平衡時空 Jerry托管所 就是大家都會放Jerry在那裡 即是出去冒險的時候 就會帶Jerry過去 如果Jerry 不時不斷跟著你的車 因為他們就說 不同的Dimension Rick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Jerry 離開地球一定死硬 所以你一定要 找地方放下Jerry 先放下Jerry 先放下Jerry 所以就隨便過去 就放下Jerry 他已經離開了 還要拿一張卡給Morty 你記住那張卡 不是這張認領卡 不是一掉了 你找不到Jerry 回來 因為Multi Universe Jerry都在 你要用一張卡 認回號碼 每個都是一樣的 你就要認回號碼 不是有些沒有穿衣服的 不是 他有些是認認錯號碼 帶錯人走的 但不要緊 他都是Jerry 一群羊 但是Jerry Daycare Central裡面 Jerry學管中室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Jerry 但裡面的設定 是當作是小孩子 兒童樂園的設定 一個就是Jerry的智障 蛇滑梯有波波齒 不是 有波波齒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他裡面會有一個工作人員 穿著好像Beth那樣的衣服 然後在那裡跟他說 就說 我們不如一起去看哪部電影 還可以給你教一些畫面設定 然後大家的Jerry就在那裡 哇 是呀 我們要去教設定 設定是我們要教才好 然後 不是 最正的東西很卑微就是 他在家裡可以教設定 就已經說自己的威威了 就是用Remo 就是教Linecam 可以教中文那種的感覺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不懂得插 但是他出到那裡的時候 發現沒有電視插不到 然後 你怎麼插 十幾個Jerry圍著電視 不想懂得插 然後 最後他說 我可不可以出去 然後 那個確管中心說 你要出去 不可以出去 因為每一個Jerry出到那裡 那個牆壁又回來 所以他不用圍著那些Jerry 一出到去 看到有其他外星生物 那些什麼 覺得外面很危險 他自然就回來 然後自己走回來 所以是不會有Jerry走掉的 Jerry一定會回來 他才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說 他也遇到一些 就是 某些平衡時空的Rick和Morty 就沒有接Jerry走的 那些Jerry就會住在那裡 然後就好像很頑皮 但是他們本故事的主角 那個Jerry 就問他們 為什麼你們不走 你會不會走 外面這麼危險 外面這麼危險 留在那裡很好 為什麼要走 好吃就好住 然後就回到那裡 那個Jerry回來 最棒就是 有另一堆Jerry 很有線地說 不如這樣 你不要出去 我們留在那裡 我現在準備一起在研究 怎樣插好HGMI 在電視上 我們看一下 你們一起研究HGMI去拆 然後整個Jerry 圍在電視機裡面 是不是插這裡 是不是插這裡 全部人都不懂得插HGMI 好笑 所以這集對我來說很震撼 對 是收錄這個角色 收錄到他一個極點 也能表現到 其實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是的 還有 引到這裡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很多平行時空 其實第一季第十集 都很深入 就是他真的開始設定 他的平行時空 就是因為 原來我們主角 Rick & Morty 他是給了一個編號 叫C137 為什麼呢 因為在第一季第十集 他是說 因為Rick是一個宇宙級的戰犯 經常被人追蹤 因為反政府 所以有不同時空無數的 Rick & Morty 組成了一個聯合的 聯盟 Headquarter Headquarter 就是一個太空裡面 躲藏著不同無數平行時空的威脅 但是最矛盾就是 這集是因為反政府的Rick 去組成一個聯盟之後 就自己變了一個政府 是啊 這件事就是很矛盾 而第一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Rick & Morty 跟那個人配 所以那集 是全部都是他的 他都配了 差不多 而你很明顯 就是很諷刺 就是他不跟Rick & Morty 組成在一起 他會很多 例如不同的Rick 就擔任不同的角色 可能有些是首位 也會有些是總統 有些是賣保險 有些是賣保險 有些是瘋了 有些是傻的 有些是 反過來說 原來Rick是低能的 那一集是 平行時空設定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他也諷刺 當你那個社會 全部人都是同樣智商 都是IQ200的時候 始終你都有人要做一些低下層的工作 所以他有一集 我記得就是說 用一個開心的回憶 去製作一些美味的餅乾出來 就是他捉一個Rick回來 不斷地播放他跟Beth 小時候很幸福的片段 然後他就會有些分泌物走出來 嘩你吃那隻餅乾 你就會很開心 這樣 其實是 怎樣說 那些紅 你抽到那些紅的蛋汁出來 那個方式一樣 然後有些Rick就覺得 不行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PayPal不做了 在工廠那裡 然後搞了一大量 你又發覺 原來他用這個故事 他在說階級的那樣東西 是啊 即使每個人是所謂人人平等 你那個人是Rick又怎樣 你那個人有高有低 他會被人分了一層 所以為什麼我們主角C137的 Rick和Malti都很不喜歡這個聯盟呢 就是經過那一集之後 他們都發覺這個聯盟是按鈎的 本身就是一個矛盾 本身是一個矛盾 當然這個設定也是之後的第三季 都做了幾集 都覺得很好看 所以這個集都很深刻 他甚至聯盟是鋪了一條 貫穿了幾季的復筆 就是因為他發覺 為什麼要來這個聯盟 這一集就是 即是等一會兒十集 就是有一個Rick 周圍 有一個Rick和Malti 周圍人去殺其他圍盜的Rick 然後搶走那些圍盜的Malti 然後搞了一大餐東西之後 他最後就發現到 原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Rick和Malti 製造一個裝置去躲藏在那裡 就好像反政府成那些 超級Malti Wave 整堆Malti都被人搶走 其實很會變態 所以搞了一頓東西之後 那個Rick是被裡面的Malti制服了 然後你當是把這個Rick拿下了 但是到那集尾段 就發現這個Rick原來是機械人 還有人操控著 那是什麼人操控他呢 就是原來是他旁邊的Malti 他旁邊的Malti是單眼帶著單眼罩 眼罩裡面原來有一條電線 就是操控著他 整個Nick Flurry 但是他最後除了眼罩出來 有一條電視在那裡 塞進眼裡 然後扔掉眼罩 然後踩爛掉它 所以現在很多會叫這個Malti 做Evil Morti 而這個Evil Morti到底還搞什麼呢 他第三季其實有一集是暗示著 有一些Rick和Malti 就是整群人混在一起的世界 其實應該在這個Evil Morti裡面搞鬼 但是暫時 他直接成為了Head Cuctor的總統 是啊 其實他是想把這個Evil Morti 慢慢拉一條線變成之後 我猜施生科應該很多東西 會是關這個Evil Morti 大王你有沒有一些集數 是很深刻的 我想說Rick和Malti 有一集不可以不說的 Pick away 第三季的其中一集很經驗 第三集 這集少少變成Rick和Malti 一個色力牆 因為這個Pick away 這集真的玩得很過癮 其實那集一開始就是講 因為講到一家人 其實那時候Beth和Jerry來婚 然後這家人就好像關係有點奇怪 所以Beth那時候就說 我們去做過家庭的諮詢 家庭那些 那些應該怎樣叫 Counseling Counseling 去做過家庭的Counseling 然後Rick就不想去Counseling 所以 他就把自己變成一條青瓜 在桌面上 然後Beth過去就說 我可以走 我的時候出去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變成喜歡青瓜 我出不去 那天Beth看上去 你做什麼事情 上面有一支解藥 寫明15分鐘後就會掉下來 刺到你 然後就變成完整正常的Rick呢? 而15分鐘後 就是我出門後的時間 你擺明是不想去Counseling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這件事 我說這樣是吧 我拆兩支解藥走 Beth就拿了一支解藥走 然後發覺 是混蛋 然後就回到青瓜 他又動不了 沒有手沒有腳 最後被貓弄一弄一弄 就滾了去地下水渠 然後 他在機型咬合之下 就咬了一隻蟑螂 就拿了蟑螂 腦形成的東西 神經線 就做了他的身體 令他可以移動 而最後 如果更多的蟑螂 和老鼠 總之搞了一大餐東西之後 他又是 噴出一條青瓜 在地下水渠裡面 把老鼠 蟑螂 蟑螂 生物的骨 神經線 腦 血管的東西 就組成了自己身體 強直裝甲 對 就變成了一條青瓜身體 但有手有腳的戰士 他還把刀片 丁 裝在自己身上 他真的是文具戰士 那場打得很精彩 他最初是給了老鼠為他 有隻老鼠王 然後他就用那些道具 打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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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打那些打鬥 實實 那一季我看的時候 好像是 比起日本那邊 沒有一套打鬥 去那一集打鬥看 我那一季看 真的沒有一套打鬥看 不要只講那一季 因為平常看那些 沒有他那麼流暢 對 流暢這樣就贏了 用回我上次講 那一陣子 他的動作是完整做了給你看 不是出一下 超必一個兼用卡 一張畫作 他是完整給你看完整套拳 那沒辦法 你看來看 莊刀海那些朋友 那不是下落的給 是創天之拳 不是下落的創地貨給 好嗎 不要這樣做人 你四個都不夠他打 雖然都 是 然後他就變成了 那隻Picco Wick的戰士 然後就打 打了很久 打完之後他就要走了 其實他不是要清擔世界 而他只想走 然後就看見了一條水渣走上去 然後捐了上座桌 坐桌 他他就發現這是什麼樓 這麼神秘 那麼密封 輸入了不知什麼國家機密的大門 不知什麼監獄 都是國防部的 類似 你覺得特務組織那些地方 神噴谷 你覺得神噴谷那樣,真的像 你覺得神噴谷那樣的地方 然後一出來,有人說 為什麼有一隻青瓜潛入了基地 就派人去攻擊他 然後搞了一頓事後,他就說 好餓,你先幫他過來打我 好餓,我就打臭你 結果呢 他整集的尾就是他清冷了這個神噴谷 然後 他們叫做Pickle Man 他還要是打贏 你當神噴谷那裡派了一個Cab跟他打 跟他打 Minta Soja Minta Soja 他那裡是好笑的 他就是說,糟糕,司令,我們沒有人幫他打 這樣嗎?我們放餓狼出來 然後那些餓狼哪一個呢 原來就是他一個重犯 很好伸手的,跟Vic打 丟啦星條青瓜有雷射射出來 文具戰士 他在文具鞋拿架子 馬上改了那支雷射 還要之前那些,好像Agent of Shield 過去要抓他 Agent of Shield 全部被你堆毀了 死的很可憐 還要全部被人打到 今天惡狼跟他打得很好看 很好看真的 那裡是有致敬一些經典的電影 即是某一場惡狼 不是撐開雙腳 然後在鼻子 其實那些動作是以前動作電影的動作 男人的身體好像比較短 對 然後最後就是打到最後 神盾弓就爆了 然後Rick拿著直升機跟惡狼說 就是說 你走吧 我還是回到訓練那裡 我都快要走 即是他的重傷 對 但他在中間跟惡狼打到傷 惡狼就馬上 打開子彈 好像火藥還是燒毒 好像Rambo一樣 好像Rambo一樣的消毒 而現在兩個都被傷了 那時候兩個隔著一堆牆 好像在面對面 在聊天 他說 怎樣怎樣怎樣 說一些對白 我狼仔拿一些真的藥用品 那些東西 馬上在止血做急救 然後Rick就拿了一盒 漢堡包 裡面那些 因為他們是青瓜 他就拿青瓜進去擠下去 然後就拿那塊不知道包皮 什麼東西 就釘在口 為什麼拿包皮 青瓜 大王妹常常掛在包皮 那隻刀 不好意思 前半一切 拿書機釘回去 書機裡面都包皮切乾 他那一刻跑去做急救 我才是混蛋 但是很狠 而且重點除了打鬥和血腥之外 都是關於愛 哈利 因為餓狼為什麼被人抓了 是為了一個女兒 當他們兩個聲聲相識 打完 炸了一個神響曲之後 他們怎樣 Rick是幫他救他的女兒 很感動 但好像說他的女兒真的死了 死了 所以他幫不到 但是阿羅雷想臨走之文跟他說 唉 我的女兒我見不到他 你還有一個女兒 你叫他回去見他 你珍惜你的女兒 然後Rick 不敢說話 算了我走了 然後最後的時候 我問他 聽說你好像有無限的女兒 我還不是都有的 不是啊 只有我有的 沒有想不到 哈哈哈哈 他那裡都說了 其實就是說 Rick是 因為是無數個平衡宇宙 他真的有無數個不同分身的 無論是家庭 甚至是女兒 甚至是摩托 但是他就好像對這件事很難樂 但是其實那一集 除了打鬥Pico Rick是打鬥很好看 其實我覺得最棒的部分 就是他去到Therapy那裡 因為他真的打完了 他表面上要解約 所以要回去找Beth Beth Beth是跟那個 做Counciling的人說 我爸爸把自己變成 做青瓜 所以過不了你 不肯過來 到最後真的 那個人其實又不是不相信他 因為那個人很包容 他聽完他的說話 好像一個聆聽者 而最後真的有條青瓜 開門回來坐在那裡 然後 他說 那你應該就是Rick 他很淡定 但是 然後真的跟他做Counciling 真的有跟他說 你這個家裡有什麼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不想來Counciling 但是那一段 其實那個人Counciling 真的有些東西給Rick Rick 到最後走的那程車 真的有一點改變了 我不覺得他改變 不是叫改變 但是他的態度有一點轉變了 我覺得他去那程車 就是他真的跟Beth 去慢慢說他們之間的事情 然後最後Beth 給他一支解約 他真的有溝通 兩父女 原本溝通不夠 但是Council員就有 我覺得這集他有鋪伏線 鋪完之後 就是說Beth 懷疑自己是複製人 那一集 是的 所以你也看到 他父女之間的關係 如何改善 就是我們在這裏不說 因為我覺得Counciling 他最後講的那一番話 是很包含到Rick和Morty 和他整個季度之間 那個生存的態度 推薦大家去看的 因為他真的很少有人認真地跟你說 當然有些人會分析之後 就是說 可能那一集是奉置一些Counciling的手法 甚至是他說會探討究竟Rick 是否真的聽得入耳 這個是大家可以再處理 可以再處理 因為他們的家人對上的患者 是喜歡吃糞便 是 他那個醫生是專門做這些 專門吃糞便 專門吃糞便 是啊 他很靜悟 他真是Counciling 他至少見到那條青瓜沒有敵汗 他真的 那一集是很有趣的 但是由於這集真的是很瘋的一集 所以Pickle Rick也成為了Rick和Morty的Signature 只有無數產品推出過 也有很多公仔有時候都是用青瓜型的Rick 可以變成新的那個 變成超級戰士那個當然是多人援 但就這樣一條青瓜一個Rick的樣子 出了無數更多T-shirt 公仔 鑰匙扣 其中一個Signature 甚至乎試過播放那集沒多久之後 有一個WWE即是摔角他選手 出場的時候他專門援了一隻Pickle Rick在身 才出去打 然後他專門拍張照片上Instagram 意思是他很喜歡這集 他不惜出場要援著一隻Pickle Rick在身 這樣去玩 還有順帶一提 這集是第三個獎就是這集 他們2018年好像是Any Award 我就是這集拿到最佳動畫 不知道是短片還是短片 看不看什麼 所以這集是真的很厲害 這集一定會用什麼 但是阿芬總你深刻呢 你會看什麼集數 我也有一點點整理 因為太多精彩集數 不停地說一下名字 說多就說 譬如第一季我覺得第二集 《智慧狗狗》也是非常精彩 那隻狗很棒 這隻狗好像有出產品 然後另外就是《Inception》那集 神經病 那集真的很棒 他可以把《Inception》這個《猛鬼街》 我覺得那條招式是無故的 他還要笑《Inception》之外 他真的會解釋一下 我覺得他不是笑《Inception》 他是用《Inception》去笑《猛鬼街》 原來你發現 Freddy怎樣要殺人呢 就是他缺乏了愛 原來他 當一個Freddy 他是有老婆和兒子的時候 他可以變成一個好爸爸 最重要是因為他小時候不開心 對 為什麼他跟他老婆的關係不好呢 原來就是因為他小時候受到老師的侮辱 童年有陰影 沒有朋友 對 當Rick and Morty 他解決了Fred的童年陰影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好爸爸 然後幫他兩個去解決《Inception》的危機 逐層逐層又殺上去 對 逐層殺上去 這個真的很棒 他逆向玩了《Inception》那條招式 就是你死了之後 就可以離開了那一層夢境 逆向玩了那條招式 你現在覺得 你這樣做什麼 我想連Christopher都覺得 你是不是瘋子 這集很棒 很棒 我們剛才也說了 例如《愛情魔藥》 《大本營》 《Headquarter》那些都是很好看的 Mr.Mersey都很棒 另外如果你說其他季度的話 我就覺得 《Adventure》那一集是非常精彩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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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是 你虛假的一起處決他 那就叫Morti去處決他 但是Morti在最後意識到一件事就解決了整件事 而那件事我覺得是跟他們家庭和愛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總之要投射回現實世界都很重要的東西 他們發覺原來寄生蟲是不可以產生痛苦的記憶 全部的記憶他們產生出來都是一些很美好、很開心的記憶 而Morti為什麼覺得Rick是真的呢? 就是無論在第一季到最新的季他都覺得Rick和他的冒險 全部都在挽救他 他故意是播一段MV出來都不停這樣 做得幾個黑夜 怎麼挽救Morti 然後Morti意識到不是 其他人是沒有痛苦的回憶給我 是你一個人給了痛苦的回憶給我 所以他接著就講這件事 然後這家人就發覺 好,我想回每一個人 只要你是沒有痛苦的回憶給我 我就批你 然後最後他們是大屠殺的 殺了全部人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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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但其實他想說的很有趣就是 那件事是你家人還是朋友的好 不只是有美好的回憶給你 就是有美好有不好的東西給你 才是真的你的家人 例如我想起Beth 想起Jerry那些事情 他一見到Jerry 可以了,你是真的 然後就去白天黑夜 一大隻被他也是痛苦 無盡的 然後Summer 也是想起Morti 那些醜醜醜醜醜 也很好笑 就是他表達到就是說 你人對於你 其實你會裡面有開心有不開心 是正常的事 你不會只是有好沒有壞 就有幾次我們前陣子 很多人考慮正能量的事情 你一個人是有正有負的 正如你一段關係 大家都是有開心有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他這集也是好看 而且他最後也反了一反 就是說他們最後殺了所有的寄生蟲之後 在集數一開始 他的確有另一個人 我們還沒見過 但是他說很好朋友 那Beth就皺了眉頭 然後一槍砍他 誰知道原來那個真的是人 即不是寄生蟲 不是寄生蟲 真的是人 薯蛋頭先生 他就說因為他真的有 只有對他有美好的回憶 所以射他 然後他的反應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馬上就走上去 就走走 是啊 他就用回他以前 其實也是復不來的 他以前對一些不好的事的復不去對付這件事 我覺得那一集 從頭到尾看得很爽 也是很有意義 還有到最後 他講完一集 意思的訊息就是 你一定有好有壞才行 但是他最後就是 扮完那隻雷薯蛋頭的東西 到最後都出資訊了 然後那些薯蛋頭 因為在中了槍 做物理治療 做物理治療 做復康治療 然後整間都探望他 他都不是很想見人 他說 他只是想傳達一個意思 就是 對不起 我居然沒有產生任何負面的回憶給你 其實 又不是完全 可以說 他有一點點彈出彈入了 有一點點補底 但是不要緊的 最後薯蛋頭先生 在復康過程中 認識到他老婆 都算是一個 然後隔了一季之後 他就說 一季過去 你不是只顧著追攝錄影 我根本分三個兒子 你幫人只看攝錄影 只顧著螢幕去笑咬我們 還要是 阿芬專長有沒有其他很深刻的 其實真的是主線 由第一季 其實他每一季都有一兩集 是講那個headquarter的 直到最後 不是 他第二季是講《鳥人氛圍》那集 都很好看的 是 因為Rick曾經都說 我這些人必有朋友 終於有一個角色叫Birdman 你是當 Birdperson Birdperson 不是Birdman嗎 不是Birdman Birdperson 不是Birdman 一定是記錯 你就當是DC的Hotman 是 有雙翼 但是很像傻 Birdperson 他就說 原來他就是Rick少數的一個朋友 是資深好友 資深 他都出過幾次場的 是 然後那一集就說 他終於有個世紀級婚禮 在一個不知什麼星球上擺 請他來 那Rick說 沒辦法 我唯一的好朋友請我 那就去吧 去到一見都見到 不同的宇宙級戰犯 即是包括有一些像是 Rocket Raccoon 那樣的物體 總之有不同的 Galaxy的罪犯在那裡 那我以為這集是不是賣情懷 還是賣什麼 即是一群人的 一群人的 連Rick在致詞的時候 都說 我是不信婚姻 我不信政府 也不信愛 但是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 因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裡是 那種感動簡直是 Sherlock 去抓Watson結婚 那段誓詞那麼好的 你以為是感動 誰知道下一秒就有一個 反胎 原來那個Birdperson的老婆 是臥底 是一群人的臥底 是一群人的臥底 是一群人的 是宇宙警備隊 反胎 然後就殺了他們的朋友 你看到 Wick那些所謂的好朋友 即是那些Galaxy的那些 就被人大屠殺 那最後呢 有些還要掩護他們去死 很懶熱血 我不知道 我突然看過 很傷心的 最後我看到你 好像Birdperson 變成了一個機械改造人 對 對 還要掩護Rick他們 對 拍一下Birdperson飛出來 就沒有說 沒有說的 可能C74不知會再出去了 那一集就覺得 哇 那一集很弱心 他最後就是因為他們 不能回地球 因為他們整個家人被通緝 原來銀河聯邦也接手了地球 那 Rick就帶他們走去其他不同星球 但是偷聽到 Jerry就開始跟他們整個家人說 就是說 你不應該因為 Rick這樣的父女 又中途離開了我們的家庭 又傷害了我們的家庭那麼多 而搞到我們整個家人 雞毛鴨血 那Birdperson說了一句就是說 因為我愛他 因為我不想他再離開我 而Rick最後就是因為聽到這樣 他就去自首 就要他們的家人 跟銀河聯邦說 我要他們的家人回地球生活 什麼事都沒有 我自己的手 這樣就完結了第二季了 那時候看系 我簡直是覺得 嘩 我想看下一集 糟糕 幸好我看這一集的時候 是有Season 3的 驚喜出了第三季 如果我是Season 2的時候 真的要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你這裡是完的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多年看Sherlock 你怎麼知道他下一集等幾年 這個也可以帶到 另一個深刻的 就是第三季第一集 哈哈哈哈 因為第二季尾 或者銀行員幫我抓了阿威 其實你是不知道他可以檢測這件事的 你是想不到怎麼檢測的 你說很嚴重的 想到下一季是不是主線 就是講他怎樣的 Person Break 怎麼搞的 誰知道第三季第一集 一集時間 瓦解了這個聯邦 是一集啊 有沒有好像半集已經瓦解了 半集 半集 後面交代一些事 這個Rick & Morty的平衡宇宙議會 加上銀行聯邦 一次就搞定了 兩個聯邦 一起陷害 很厲害 但是最重要 你跟他說怎麼這樣 就是他爛 你一集搞不定 就是急 又不是很嚴重 那些東西很合理 他還要是神道 就是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他之前埋了一條絲 他原來那時候埋了一條 鋪筋在那裡 是呀 要收起來 那些伏筆就頂你 然後就要挖一波 我當然不是去用 是呀 那還要那一集的播放 因為那時候等了很久 大家開始鼓噪 也不停地跟正常人說 你快點播啊 也沒有公佈 真的暴動 他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 就在當年的4月1號餘人之 就馬上報了那一集 你果然以為是挽救我 挽救我 因為有新一集 真的有 他真的播了那一集 然後等到半年之後 再播第二集 而且重點不是那一集 是引起麥樂雞船風的 四川將事件 那待會再說 但其實我想這節 不如說了一點點 這節差不多 就是主講劇情 我想多說一兩樣東西 好像很多 但其實我想說 在重看之後 因為要開麥克風 我又回看 看那兩樣東西 原來那個細胃慢慢放在那裡 第一樣就是 這個Rick 其實真的很關心他 家人 應該特別關心兩個孫子 和女兒 Jerry 老實實就是理人 每個人都理會他 我回看見到原來 我私心溫的時候 其實已經爆了那些腹筆 她是很關心兩個孫子的 例如有一次 跟Motti去冒險 因為Motti說 我用我方式的冒險 跟Motti去冒險 跟Motti去冒險 跟他 最初經常說 不要玩 因為他一走就說 Rick贏 以後就聽話 但Motti在廁所上 給一個叫Jenny Bean的角色 差點強姦 他 真是搞小孩 然後 Motti是砌下了那個人 打了一鍋 但出來後 就哭著跟Rick說 我走 我去回去 不要再冒險 而Rick看到廁所上 有那隻Jenny Bean 他就知道什麼事 但他反而跟Motti說 不如這樣 我們下去完成 你這次冒險 一個好的冒險 要一個好的收尾 一定要完 因為他之前就不斷說要走 但他知道Motti 因為這件事想走 就走去說不行 我要先完結這件事 下去了 準備走一下 他說我想讓你見一下 我們的國王 那群民 那個Jenny Bean就是國王 然後Rick已經猜了什麼事 Rick和Motti 就說 糟糕走走走走 閃了閃了 閃了進了Porto 即是進了那個村梢門 進了那個村梢門 那時候 以為離開 Rick然後在那個Porto那裡 伸了一隻手出來 拿一隻手 一下子拿下了Jenny Bean 其實那一刻是幫Motti報仇 那一刻其實你看到他暗地裡 是很關心我孫 甚至乎 去到之後 有些位 例如Summer 為什麼他有一集 要糟糕地玩糟那隻魔鬼 玩糟糕那隻惡魔 因為Summer 其實那隻惡魔 其實是打工 他說這隻惡魔對我很好 我現在很喜歡這隻惡魔 其實有少少 你看那一集 他為什麼要糟糕那隻惡魔 就是因為有少少 不喜歡Summer 那隻惡魔 那隻惡魔 那一集玩到最後 Summer過去攤牌 說 我現在不管你 我放下了 我走 然後他就說 不玩了 不要玩了 然後就燒了一間店 然後就走了 那變成了 其實你看那些細 很多細 看得到的 其實他真的很在乎 兩個孫 所以這位是 挺有趣的 另一個位置 我覺得他也有少少 描述到這件事 就是他們有一集 說他排毒 排了毒 排了毒 就是說他認知上的毒 排了一個分身出來 有生命 那最後他怎麼解決呢 原來他發覺 在他這個所謂認知的毒裡面 他的角度 他很關心Moti 很關心他的孫 就是在他 因為抽了他裡面 好像有缺陷的東西出來 所謂的毒 所以其實他某程度 是真的關心他的孫 但是他自己 不認而已 或者他自己覺得 不知道 或者他直接是 Block了他 正如剛才說 有一集 有個EVO Moti 跟另一個假的Rick 然後看回他的記憶 就是我Copy你的記憶 然後我就殺了你 Copy你的記憶 那時候看回Moti 小時候的東西 他會哭 其實這些小時候 再重看回 你會覺得 原來不斷是有寫 他其實是很在乎 他的家人 除了Jerry 都要說他除了Jerry 因為他記憶裡面 看到他 他的孫子 和女兒 都是好的東西 而Jerry的畫面 就是拿著 一下子扔掉Jerry的頭髮 但是其實你講到這個項目 第三季最後一集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他到最後他發覺 原來我兩個最愛的孫子 和我女兒 是離不開這個廢柴的 所以他最後一集 就是說 回到美國總統 就是跟奧巴馬說 那個Rick是假的 我就在第二個平衡宇宙過來 我殺了那個混蛋 我們做朋友 所以其實他到最後 他都唯有妥協 包容 包容了這個混蛋 就是因為這個家 真的不能沒有人 我包容 我引起這個混蛋 那種愛護心態 另外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其實裡面多寫到這個Morti 其實都是有個 惡魔在他心裡 到二三季 你覺得他跟Rick 一樣是危險級人物 你初初覺得Morti 好像很無辜 很善良 但其實有些位置 挺寫Morti 是偽善的 其實這位 對Morti的角色 不是要寫到他很好 其實是寫得很血淋淋的 是說其實這個角色 是極度偽善的 例如 他有一集 最看到的就是 《國定殺六日》那集 有一集 《國定殺六日》 最後總之搞了 撐了Morti 說不要了 我們不可以殺人 為什麼要殺人 直至他不小心 插入了第一個人 他插入完那個人 是把他推了下樓梯 但其實他不是想殺他 是趕他走 他說 你這個混蛋 不斷逼我聽你的故事書 你的故事書 是不肯好聽的 這麼狠狠的 你去死吧 然後殺了他 然後 出到去 Rick就召喚 總之Summer 送了一套 Iron Man裝甲給他們兩個 用一個 變成Cyborg 去打 然後打打打打打 那時候 Morti是殺到上癮 周圍亂狗的殺 然後他最後離開 Morti說 為什麼我會做這麼多壞事 我會這樣殺人 那時候 Rick其實那一張照片 叫他 好像安撫 他說 剛才你推下樓梯 給了朱古力吃 朱古力裡面 下了一些成份 我看回那些成份 就會令那個殺性 起上來 所以你受了朱古力影響 而Morti說 哎呀 那就好彩了 Let the devil out 不是那一隻 不同 但最後 看回那條朱古力 Rick把東西扔掉 然後看回那條朱古力上面 寫著 就是沒有這個特質 不會令人殺性 起 這些殺性根本就是Morti 另外有一集 總之Rick 跟一個 宇宙殺手交易 給了一把槍 宇宙殺手買給他 宇宙殺手 然後宇宙殺手進去 設施 殺一塊雲 就是這塊雲 有很高的智能 所以被人囚禁了 而殺手就是去殺這個雲 而Morti就說 不行 我不可以讓殺手去殺人 殺人是不應該的 但Morti就駕駛飛船 就殺了這個殺手 他一進去就撞死了這個殺手 其實那一年應該很偽善 到最後帶著那個雲 說 我們要拯救這個雲 我們不能讓他死 走路 但是走路這程 去追捕他的人 都是被他殺了 他也發覺那個雲 也不是什麼善慮 最後原來那個雲 說 我回去找到同類之後 我就會殺了所有炭基生物 因為你們是很哭 醜惡的 然後Morti最後就殺了那個雲 一槍就撞死了那個雲 因為如果他不殺這個雲 這個雲就會回來殺他們 但我覺得有一個很悲 就是那個雲 臨走之前 因為他和Morti很友善 說我傳送Morti 你一個好像很好的人 我傳送我和你很合適 但是淫走之陣 他就跟他說 我日後會回來殺了你們 然後Morti的意思是 你不怕我現在下手 不要緊 我不會怕你現在出什麼事 我可以告訴你 我會回來殺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理解到現在 你這個人其實沒有變過 你這個心理質素沒有變過 所以我知道你不會對我做不好的事 而你想你走了 Morti就一槍殺了他 那就是說 因為他說明Morti沒有變過 那就是Morti由始至終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覺得他越來越像他爺爺 其實很偽善的 他寫過Morti某程度上 他寫過某程度上比Rick Cullen更偽善 所以有很若干位 看到Morti其實很瘋 差在他好像是瘦 怎麼說他就是那個年輕 初期還是說 這個世界沒有的 殺人是不對的 還有我是要拯救一些弱小的人 但是他拯救一個弱小的人 真的殺了很多人 旁邊那些追捕的警察 撞車死了 但是他又說沒有問題 所以這些位置其實 很血淋淋者 都說Morti是偽善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整套動畫的角色很複雜 和很多面 就是因為每個故事表現出來的東西 會令到你更加去思考這個角色 究竟是 為什麼去面對這件事 我們今節都 說著說著說著 都差不多講了一個小時 不是真的那些雜數 我們說不完 我說完就不意思 大家自己看 那我們還有一節 我們回來就會探討一下 它裡面的深層的意義 就是Rick & Morty心道行 Easter Egg 一些它本身的意義 以及我們剛才說過 四川障事件 為什麼會弄得這麼大 我們一會也會說一下 我想說這件事比較深一點 還是粒 總之塞上Morti那件事比較深一點 我們再看看 好 那待會回來再說 那估計 你們 好 你 好 甘 你 對 Therefore 好 也許 可以 等待 匸 participar 香港 黃